大家好,歡迎收看香港學生媒體的網台 今天是網台的第一個節目 也是新節目的第一集 我是大家的主持澳峰 多謝大家歡迎收看文情 我們今集很榮幸可以請到 位於荃灣南峰23樓的我的書房的老闆 Daniel 上來訪問 Daniel 多謝你上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在問問題前可不可以帶大家參觀整個書房 好 我帶大家參觀一次我們的書店 一天門口這幾個假就是文史自然戰學類的書 或者是中國歷史或西方戰學的書 然後再下來的就是 就是一些散文小說 或者是一些翻譯小說 香港的作者 台灣的作者 或者是一些外國的翻譯小說都有 然後到這邊 這邊就是一些財經股票投資類別的書 然後走到最後的我們這一邊就有一些英文的 grammar練習 語法 英語學習的書 然後在這邊都是一些中國近代史 說一些關於中國的書 然後走到這邊 這幾個木架就是一些心理學 社會學 或者一些例子的書籍 然後這個架就是全部都是一些宗教的書 這個架就是一些佛教類別的書 然後就是基督教類別的書 然後這個書架就是一些磁點 所有磁點都放在這個架 那我們新收回來的書 有時處理不及 就會暫時放在桌面先 那桌面的書就是最新 例如剛剛收回來的書 那可能過幾天的話 就會再分類上架 即是如果架有空位的話 就會放上去 那今天好多謝Daniel 和我們介紹這間二手書房 還有 都希望大家可以上來幫忙 二手書房 還有繼續支持我們香港學生 媒體拍攝更多節目 多謝大家的觀眾